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珊珊虽然没有强大的政党奥援 但黄珊珊担任过21年的市议员 还有将近三年的台北市副市长的历练 让他成为最大的优势 黄珊珊说台北市民是他最大的靠山 肯托市民支持他 让台北有能力 有经验 有战斗力的黄珊珊来带队打拼 黄珊珊 斗蒜 黄珊珊 斗蒜 黄珊珊 斗蒜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的首场造势活动 虽然当天雨势不断 却交不及支持者的热情 我是黄珊珊 我来自基层 基层会痛 我就会痛 所以去年我每天都去剥皮疗 我每天都去晚华 我每天都跟台北市民站在一起 我每天都去菜市场跟大家站在一起 对不对 黄珊珊担任21年市议员 还有将近三年的副市长历练 虽然没有显赫的家事背景 但24年的历练 黄珊珊熟悉各种市政议题 也成了她最大的优势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回想起去年疫情爆发时 也强调黄珊珊是一位有行动能力的首长 黄珊珊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首长 我还记得去年5月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万华已经相当危险了 当时中央还不肯进行社区的普筛 我下令说我们必须在剥皮疗设立第一个社区快筛站 黄珊珊只用了6个小时就在剥皮疗把这个快筛站设立 当时如果万华没有守住 台北就完了 台北失守 整个台湾一定沦陷 所以她的行动能力证明了 她是一个好的市长地区 对市政议题相当熟悉的黄珊珊提出了多项竞选政见 尤其是台北市都更必须加速推动 让各区都有中继住宅协助安置 这是汉时间赛跑 我已经准备三年了 台北来当领头羊 我们先做一个成功范例 这样就可以加速进行 翻转台北 所以都更的中继宅就成为一个都更能不能够成功与否的很重要的关键 那另外我们接下去会有非常多的学校也会开始改建 所以都更中继宅我们会设计在跟学校改建的同时 能够让她成为那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中继宅的居点 那同样的在旁边附近周边的都更案件的民众 他如果真的没有地方去居住 那我们还有一个中继宅可以做调配 那十二个行政区我们希望他都有一个这样的中继住宅 所以我们会规划中继住宅来协助都更户的安置 那也加速推动所谓防灾性都更的进展 所以都更3.3的概念是从第一点叫做加强沟通政府协助 第二点我们希望有中继宅 第三点要公开还要有相关的公益最重要是要公安 另外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 他也提出幼儿教育的规划 在健康城市方面也将深化推广全民运动 纳五的意思是义务教育纳入五岁 也就是我们现在义务教育是从六岁开始 那五岁一直都是从中央到地方 现在其实都已经是到免学费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目前台北市的五岁的孩子 其实进到公有的比例已经99.8% 也就是说几乎只要是五岁都可以进得到公有 所以其实他已经实时的做到义务教育 那我们希望说推动在台北市 因为全国要做到义务教育 并不可能比较困难 但是我相信在台北市 把五岁纳入义务教育 会使我们台北市马上而且立刻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把五岁纳入台北市的义务教育 只要在教育基本法和地方制度法 我们其实是可以立法直接来修法在台北市先实施 那免三四就是三四岁 我们希望他能够交来是朝向免学费 免学费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公有还有非盈利 还有准公共化 每个月还是要付一千两千三千块的这个学费 这个部分我们精算过 如果免学费的话 台北市政府大概要将近提出十二亿的预算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如果我们要减轻父母的负担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减轻他三四岁孩子的学费负担 所以这部分加起来免学费的话 大概以十二亿为目标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公共化已经达到相近 现在达不到百分之七十 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市民他必须要训练私幼 那私幼的部分在科士党任内 我们是每个学期13660 那以现在台北市的物价 还有相关的房价 以及我们希望减少私幼跟所谓的公共化的 这个的学费差距的话 我们的13660必须要加倍 也就是怎么样让公共私幼里面的补助 能够让家长的负担 跟念到公共化的差距慢慢的减少 所以减少的话13660每学期 我们希望一年有54640 那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其实放在老人福利的部分 但是其实他也是全民运动的一环 因为长者的运动 跟一般成年的运动不太一样 他毕竟还是需要转眼 而且长辈他们的训练方式 可能需要特别的设备 特别的场域 所以高龄前瞻运动中心 将会在 现在台北市已经有12个区 都有小的据点 但我希望将来每个区 都有扩增相关的据点 也就是我们希望训练 这些年轻的教练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交长辈 那长辈有了肌耐力 有了核心肌群 他就不容易跌倒 不容易跌倒 就不容易卧床 不容易卧床 就不会需要长照 黄珊珊也在11月初 完成了15小时 60公里的一日台北的自行车挑战 黄珊珊说 台北市民就是他最大的靠山 他会为台北市民打造一个真善美的城市 让台北市在国际舞台上发光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随着全球疫情趋缓 国门开启 台湾观光进入后疫情时代 因应防疫旅馆退场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攜手台湾观光策略发展协会 办理旅速转型研习课程 帮助旅速业者掌握转型的新趋势 迎接疫后观光旅游潮观光传播局 10月起 举办5T次的旅速转型研习课程 即参访交流 从永续低碳 穆斯林友善 数位智能 创新行销 四大面向 帮助旅速业者掌握转型新趋势 提升台北市观光服务品质 我们这次办这个培训的课程 总共有好几个提示 现在目前现在这个当下也隔壁来上课 那总共有500位左右的一个上课的一个学员 然后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理解到 在疫情过后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子一个国境开放 那如何接待国外的观光客再来 那疫情当然造成的生活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从饭店的入住接待 然后到餐点的提供 到我们如何来迎宾跟送客 还有房屋的清洁 甚至是刚刚分享到有关于餐点的提供 我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疫情影响的是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培训课程 那让业者能够来除了了解之外 也更能够来迎接这个国境之后 我们重新来迎接国外观光客的一个策略 那这500位当然对于现在的业者的缺工的状况来讲 其实应该远远是不够的 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有上万名 那很多从业人员都已经在疫情期间 离开这样子的一个本业到其他行业去工作 那缺工的状况不是只有旅树业 整个观光产业上的各行各业 其实都有严重的缺工的状况 所以现在在我们10月开放国境之后 即将迎来的包含像我们可能要解禁 这个口罩的一个解除令 那都希望能够做好准备的 让作为首都台北市的整个观光产业 都能够做好准备 那迎向更多的国外观客 让这个观光产业发展更加蓬勃 这三天来的课程呢 其实有分为品牌跟转型 还有永续经营的部分 那觉得这三天下来的课程呢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目前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客数处理的部分 因为那堂课的老师告诉我们一些客数处理的过程 然后还有对于同理客人 然后最后实际的处理客人的客数问题 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帮助很大的 那再来就是昨天有去户外参观一些植物园 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开了另外一个业绩 那对于这样子的课程内容 其实我们酒店的员工都反映说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再参加 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受益良多 随着观光产业回温 饭店人力缺口持续扩大 饭店业者也开始广泛使用接待送餐 清销等各式机器人协助解决人力缺口 大概至少还有三成以上的人员需要补习 目前我们就是这个导向我们的政府的一些真材活动 比如说中高龄的市府的真材活动 或者是一些旅书业的大型大小型的活动 地区性的活动或者是校园的真材 以及毕业生甚至我们现在也会用一些 比如说技术性的人员像厨师 他在招募平台其实很难招募到 所以我们都是靠转介绍 或者是这个使用内部的员工激励奖金 以及就是厨师的群组 大家来转介绍这样子 这个活动其实已经连续两年了 对所以是非常谢谢就是这个协会 以及观传局有办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可以提升这个顾客的服务 以及一些像数位导向 那六福万一酒店的话 我们有导向这个数位机器人 在迎宾或者是送餐 以及这个倾销的部分 那节省了一些能力提供一些就是温暖的服务 观传局表示台北市今年再度蝉联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第二名 观传局也将持续推动穆斯林友善环境改善辅导计划 协助旅游业者迎接疫后旅游潮重返观光荣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佳福12月4号将举办岁末送暖原游会 让弱氏家庭感受悠闲时光 艺人黄晓柔身为三宝妈 特地担任爱新大使 呼吁大众献爱新 对弱氏家庭伸出援手 辅助他们过好年 金黄甜甜圈 是阿鑫在妈妈鼓励下 克服曾被油喷的恐惧而完成的料理 而这碗粥则是四宝妈 将四个孩子最喜爱的菜色 融合在一起的爱新料理 还有以糖宝宝儿子为名的卤味 用慢果炖煮出希望的养分 这些是家福基金会 帮助的家庭中参加料理比赛的菜色 每道菜都有满满爱的故事 他有一次家庭作业就是出一个 帮全家人做早餐 那我就想到这个 就简单的嘛 对 但是最简单的 结果他就自己制作 他就被油喷到了 他油喷到了 对 然后他就可能心里 就会有一些记忆的创造 会隐隐 是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 开始 小事又出了另外一个作业 叫做 小小孩 米食料理 哦 对那 我们其实经过炒炖 那有时候他是一个特殊的小孩 他可能 他有一些 那个 雅士博文 很容易会误解说 会忘记 老师说过什么 是 然后他就跟我说 老师说 炒饭不行 收不行 然后有关那个 蛋包饭也不行 那我说 天啊 这是真的吗 对 走出他自己的一条路 对那其实他想办法组成 他就想到那个夜市有卖那个小米甜甜圈 他真的很有生意头脑 然后我们就 其实我们就做完讨论 我们就去上网找资料 因为也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开始玩面穿 那他们很享受在那个 塑形的时候 而且这个真的不会再爆油了 那个 不知道 然后 塑形 那哥哥就会做一些 猩猩形状 好几个圈圈 什么的 然后去玩 之后呢 等到那个 要油炸的时候 糟糕 那看到他就跑掉 都紧张 下次都在噴到 对 那看到这么大 一波油 他就开始害怕 那他就大喊他不要 那我就说 那没关系 那你就在旁边看 对 那我也教他一些厨房的知识 他会油喷是会 油水 对 那你可能夹子啊 或是你的多产水 都不能油水 那我也教他 他那个厨房的一些 安全知识 那 试拜一次给他 他 我就觉得他 开始有那个 沉沉移动 我就让他自己 比较有信心 对 我就让他自己来 然后 我很感谢就是 他的那个 成长的突破 又是吃宝妈的孩子啊 然后 因为每次 因为有前面两个孩子 就是下次我才会见到他们 所以他们见到妈妈 之后就会讨说要吃粥 然后姐姐他会觉得说 他不想要太多杂的味 的那个料理 然后 就变成我们这个 想了一个 自己俗家的料理 就是四个孩子最喜欢的 其中一个食物 然后我就把它 换在一起煮 然后就是 里面有 这个孩子最爱的鲜奶 然后还有虾子 然后皮蛋 跟面筋 然后这些 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孩子一起参与 然后像小朋友 会帮忙剥虾子 然后去皮蛋啊 蛋壳啊 没有很完整漂亮 但是就是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 里面会充满了就是 对妈妈的一种怀念 然后一种 就是念的感觉 然后就是里面 会有妈妈满满的爱这样子 对 你哥哥饿了齁 哥哥本来说不是 真饿的 在五年前的时候 是我生出这个糖果包 他那个时候的我是 就是越从越南来 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我也背着他 就是反工作也没办法做 那 那时候的我 我就想着就是说 就是我 就是我 那个受救人生在低谷中 我根本看不到未来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送付他去 本来 带孩子是很辛苦的 那这个孩子 更让我看不到未来 我能深深的在低谷的时候 我 就有一天晚上我就去河边 本来就想一聊白的带孩子 那在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他毛毛女的天使 而且那个瘦大差不多一点多 那我大儿子就一直跟着我背后 就默默地跟着我 一直走到我儿子 那我儿子说 其实我 我这样回想起来 我知道他心中 其实他是害怕 只是说 妈妈走他就跟着走 那到时候我就告诉他一句话 那我们生活就没办法过下去了 嗯 我们直接到河里去做好了 那我儿子立刻在拉着我 拉着 他说 妈妈 不可以 不要这样 我们找不到工作 我们家没有钱 我 酥可以不用煮 你卤味很好吃 那么我们适得去卖卤味 然后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可以吗 我回头问他我可以吗 他说可以 我们可以试制 超好吃的 所以呢 我们卤味呢 就许叫乐保卤味 是 我儿子叫乐保 很多的家庭会说 就算给我锅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煮啊 我们说不难不难 真的 所有的家庭都有办法 自己来创作他们的料理 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家庭 一千两户家庭店 来找 有没有人想要来比赛 来想要做给大家看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料理的比赛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独家的味道 每个家庭都为了这个故事 为了这个料理 说了一个他们自己的故事 那像我们这次 其实最感动的 其实是那个 我觉得我比较感动的 应该是四宝马 因为他的四个孩子分别都有自己 所不喜欢 所喜欢的东西 那妈妈就是 也不知道该怎么分他的爱 那干脆把爱都把它mix在一起好了 所以他就让孩子可以各自 选他们最喜欢的食材 放到那个粥里头去 那变成一个非常暖心 非常有爱的一个料理 所以我们想要告诉家庭说 没关系 拿到锅子之后 其实只要是家人一起创作的 都是好料理 所以不用太担心 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一个 暖心的料理出现 担任基金会爱心大使的艺人 黃小柔 也迫不及待品尝料理 直呼好好吃 并对三个家庭的料理很有共鸣 她呼吁大家支持基金会 在岁末将举办的园游会活动 让这些弱势家庭孩子 都能拥有独特的欢乐时光 同时募集多功能料理锅的款项 让他们能持续在家 煮出幸福滋味 我的小孩都不会陪我做 我的小孩每次陪我家 妈妈有没有礼物 妈妈有没有帮忙谈 那我每次只要跟她想说 给我帮妈妈做 五个人就不见了 你们好棒喔 真的 掌声鼓勵给你们 好厉害 我回去跟我哥哥姐姐们讲 把影片给她看 看她都那么认真 还会做这么多的料理 那么很厉害 对啊 我比较感动的是说 我觉得刚刚特别提到勇气 这个事 那我觉得 不管 现在大家是属于在什么样的状况 瑞逸往前那一步的勇气 很重要 不要说 弱势团体 更包括连我自己 我也在努力前进 也需要很多勇气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这个园会比较特别是 我们并不是对外的 我们是我们这1200户的家庭 我们一起要来同乐的一个园游会 所以我们的园会 是要很早之前开始筹划 那园游会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摊位 那些摊位呢 都是爱心的摊位 所有的家庭手上都会有10张的点券 这10张的点券 他们可以随意去换 他们想要换的礼物 去玩他们想要玩的游戏 所以小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办成功 孩子们都非常非常的失望 今年我们很想很想把它办成 可是到目前为止 其实捐款没有到那么的 就如我们所预期 所以我们其实有点担心 这个园游会会不会 没办法成功 那没关系 我想今天的记者会 会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那在园游会结束的时候 家长还有一个期待 就是他们希望可以带着 爱心的福袋回家 那这福袋里面呢 我们今年帮他们挑选的 就是多功能料理锅 为什么是多功能料理锅呢 是因为家庭们 因为疫情的关系 开始会自己煮东西 可是才发现他们的锅具 其实没有那么的适用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今年可以募多功能料理锅 让他们可以回家 做出他们自己的独家料理 所以现在很需要大家 帮我们走最后这一里路 让我们的募款 可以顺利的打标 那一千百百户的家庭 他们其实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一些 经济弱势的家庭 那单亲的家庭 或隔代教养的家庭 那就像今天记者会 你们所看到的 有些人他们要照顾一些 比较需要照顾的糖宝宝 或者是家里有些人 有些生病的状态 所以他们其实每年都很期待 说到一个过年前 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年 那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把大家的爱心 汇集起来 那透过渔泳会的方式 让他们全家都可以 出来走走逛逛 疫情期间 大家都闷坏了 来走走逛逛 那带着暖心腹带回家 过一个幸福的年 疫情带来的冲击 正慢慢复原 家福期盼大众 仍能帮助弱实家庭 体验亲子共有的喜悦 扩大善的涟漪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真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等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G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他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继之前破获史上最大宗大麻花夹藏在墓穴包裹后 警战署保三总队再破大案 破获了轮胎夹藏上亿元的大麻花走私案 由陈姓嫌犯7人组成的贩毒集团 利用进口轮胎夹藏了168包重达89公斤的大麻花 市价高达1亿3000万元 园警在货柜厂内仔细检查一颗颗轮胎 没想到轮圈拿出来后 里头竟夹藏了168包重达89公斤的大麻花 检警调查发现 具有帮派背景的陈姓祖贤 长期利用毒品咖啡包 控制集团成员从事步伐 为了逃避警方追砌 运毒过程 多次临时变更领货人员及取货时间 企图试探警方行踪 我们保三总队今年在接获一些宪报 发现国内的某走私的集团 他予走私这个毒品来进来台湾 我们针对我们进口货柜的资料 做上万笔的资料分析之后 发现一个幸存的犯险 他涉嫌重大 于是我们向海关来做密报登陆 在今年的5月9日的时候 在基隆关这边现场 在货柜档里面发现了 在轮胎里面夹藏了168包 总共89公斤的这个大麻花的 毒品的走私案件 于是我们立刻报请士林地检署 来做指挥侦办 那我们成立专案小组 正对这个案件开始溯源侦办 然后发现说 呃这个陈姓的祖贤 他陈姓祖贤 他利用了他的小弟 他主要也有些帮派的背景 那他利用他的小弟当作人头 不断的变更小弟的人头 还有收获的时间 来躲避警方的查契 但在专案小组 关检警三方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之下 最后还是在这个宜兰的山区 将逃逸的这个诚信组前 来弃捕道案 那全案依危害毒品防治条例 来提送士林地检署偵办 那检方也在日前 侦查终结并起诉 警察署呼吁 企图为政府的治安重点 那本署将落实 新世代反毒策略 溯源断根毒品零容忍的政策 来防止任何毒品流入国内 为了追查幕后货主 警方当场逮捕前来领货的 王姓嫌犯等二人 后续借由官检警三方合作 历经两个多月溯源追查 顺利逮捕走私集团 诚信嫌犯共7人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侦办 并将嫌犯依法起诉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 在万华剥皮辽历史街区 举办南洋特条流动的 台湾饮食现场展览活动 在现场的民众领略台湾 与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地 多元混合的饮食文化 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于 9月30日至10月14日 在万华剥皮辽历史街区举办 南洋特条流动的台湾饮食现场展览 在30日至10月14日 举办的开幕仪式 有许多内外籍的民众 前来参与开幕会 领略美食的多元文化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美国人 我愉快在这里 因为我学习很多东西 我学习很多东西 我学习很多东西 食物很美 很美味 现场展示许多影 照片文字 还有经验移工书写市场 南洋料理 创意料理等主题的故事 这次南洋特条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是出发意 就是说移工到台湾 来这样一个工作 那其实跟台湾 最大的差异就是 文化 那饮食本来在一日三餐 或者是被照顾者的时候 它本身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但是冲突的过程当中 它也会有融合的概念在 所以说在整个 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企图透过这样子 饮食方面的交流 让移工能够了解 在台湾的这边的饮食文化 也让他被照顾者的家人 或者是被照顾者 他们能够也体会到 印尼人或者是说菲律宾 或者是泰国、越南 他们这些移工 来到台湾的时候 在人生地不熟悉之下 如何找回家乡的味道 在此 劳动局局长也在会场 以观众的身份融入 一些没有 所以台湾 刚才我们主持人讲 台湾的经济 社会的安利 经济的发展 真的 都是靠大家的帮忙 靠这些移工的 所以我们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谢谢这些移工的朋友 因为我们家爷爷 只是 帮忙他过世之后 就没有在旅行看到来 所以我们都非常感谢这些 这个 从家乡来到 我们这里 这些外景的朋友 记者 黄玉山林乔松 文化区采访报导 从电视图中 到 到 到 接下来 又带你来看台北几古集 受邀在国际鼓舞节演出 以震撼的团鼓 搭配东方吹管乐的轻快节奏 成功吸引观众的目光 青年打击乐团 G Dreams几古集 将太古浑然的冥想层次 充分展现东方艺术的文化特质 开场以震撼的团鼓 搭配东方吹管乐的轻快节奏 成功吸引观众的目光 这是台北几古集 受邀在国际鼓舞节 第三天开场的荧幕 国际鼓舞节已经举办了20届 公开演出时 每每能获得热蝶的回响 演出的团队也是主办单位 从各国邀请前来表演 相对 也能观赏到不同国 不同风格的鼓艺 以及舞台表演的呈现方式 此次岁遇上豪大雨 现场观众却也依旧踊跃热情 丝毫未受到与世影响 甚至能现场配合节奏 一起拍手互动 台北几古集团员代表 张玉山说 办了这个鼓舞节 我们也参加过了蛮多的届 然后就是 因为现在鼓舞节 可以集合台湾非常多的古艺团 然后在这个地方 可以一起大家交流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平常我们这些 古艺团呢 其实是很不容易可以聚集在一起的 出发于台北的青年打击团 织状刺激古集 承袭日本太古传统 最初的丽于美 结合新生代多样丰富的创作能力 充分展现东方艺术果发特质 台北几古集的创始团长 张佳琪表示 二十年前我在日本的一个太古团 叫Tao在这个地方做研修生 然后做准团员 那被太古感动影响 进而让我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认为我必须要让台湾人 看到这个太古艺术 然后于是结合我过去所学 舞蹈跟国乐 这些综合的元素加在里面 然后成就像台古吉古集的一个风格 台北吉古集的成员 即来自表演艺术相关领域 每位成员除了多年的舞台时间外 条件上更为财貌兼致水跳出的佼佼者 台北吉古集期望以表演艺术的活力 改变这世代年轻辈的价值观 让所有的观众体贴着澎湃的声音 台北吉古集 公民记者蔡宗和高文成 台北市新医区采访报导 台北市卫生局到市场超市 餐饮店等抽验蔬果残留农药 9月共计抽验了44件蔬果产品 结果有6件不符合规定 为了维护民众使用生鲜蔬果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定期指市场 零售业者超市卖场 餐饮店等处抽验生鲜蔬果 和骨豆类检验残留农药 9月抽验44件蔬果产品 那我们总共是青江菜跟青蒜 各检验出两项不合格的农药残留 那百香果跟甜豆还有苹果 还有香菜的部分 是检验九十一项的农药残留 不符合规定 那在这几项的一个产品来讲 除了苹果以外 其他都是有在这个季节里面 属于以往在农药残留 不合格率比较高的高风险产品 也是有故意总理去抽验 那这些农药抽验不合格的产品的话 它就一句实案法 第15条第一项第5款 残留农药跟农药 要超过安全农巡量的一个规定 那一同法第44条 第一项第二款 我们就是处责任业者 6万块到2亿元的一个罚款 那当然其实一样的问题 就是在希望业者在采购的时候 务必要保留它的一个来源凭证 那这一次出国抽验的结果 到最终查核 还是有两项产品 是没有办法追溯到上游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责任业者 薪财比3万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那其实还是要强调 其实以农产品为例 台北市以消费者层次 消费城市为主 所以针对这样农药残留的一个抽验 也还是以所谓的中端的一个管理 来做确定市场上的安全 但是在农药的施作 我们最终还是要去追溯到 我们的一个田街的管理 那再加强我们产地的一个农民的辅导 跟正确使用农药 那当然针对于如果是进口产品的话 我们就是做好相关的边境的管理和管制 所以农药业者其实就是在采购过后 一定要保存相关的交易比评证 或者是它的一个外乡外合的一个样式 这样才可以有助于我们卫生单位 进行相关的追查 卫生局表示检验是终端管理 只有落实源头田间监测 以及产地加强福岛农民 于栽种时正确食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输果残留农药的问题 另外也到夜市及日市抽烟即时解切水果摊贩 15间产品有一件不符规定 那像这样的一个解切水果的话 主要我们的抽烟的对象是 我们台北市的夜市跟日市 一些有供应即时解切水果的一个水果摊商 那总计有充业的15间产品 然后检验甜味集 其中有一项是不符规定 不合规定是6.7% 那这一项不合格产品是水梨 那检出的项目是糖金 是违反我们这边添加物 使用范围及限量级规格标准 那在现场的话 我们就是要求台湾会 这边下架不得再做贩售 那针对于上述违反这个添加物规定 是违反三段第18条 同法第47条 可主责任业者或者制造业者 是新台幣3万到300万的八卦 那这次检出的糖金 它是一个人工合成的甜味剂 那之所以是使用 因为它的甜度是我们一般 这个糖的300到400倍 也就是说使用一点的量 就可以达到一个一定的甜度 那它的特性呢 就是人体无法分解 它会直接从尿液排出 所以它其实在设施之后 是没有热量的计算 那当然针对我们的 那个添加物的一个规定来讲的话 糖金是 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添加剂 它可以使用在瓜子跟蜜茎 眉粉 泰湿尿尿尿等等 那用量跟范围都是有相关的一个限制 但是是不可以使用在生鲜结鲜水果 所以我们这边在呼吁就是 业者在使用食品添加物的时候 务必要确认我们在这个使用 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 以及限量器规格标准理念 这个添加物它可以使用的一个 食品的一个范围 那它有没有添加的基量 或者是最后最终检验的一个残留基量 那做适量正确的使用 才不会有违反我们相关规定的一个疑虑 那当然在购买食品添加物的时候 一定要去跟合格的添加进行购买 然后确认它的一个产品标示的一个完整 事实上食品添加物比较特别 它在包装标示上就会写出 这个添加物可以用在哪一些食品范围 跟它的相关限量 所以在开封使用之前可以再次确认 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在抽烟这个结类水果 那当然也是呼吁我们的业者 不要虽然有缴线的心态 那我们可以持续抽烟 然后避免这样的一个食品添加物过量的一个问题 发生相说明明 民众如购买切好的水果时 应以当季实定水果为首选 且胜选有幸于店家 检视贩售或陈列价卫生情形 并且注意水果要有适当包覆或包装儲存 以免危害自己及加热健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团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集团是第一选区中正区 现任四名议员 吕美玲、蓝敏黄、张渊祥、张浩瀚 都寻求连任 民进党原本有议席 这一次提名现任张浩瀚外 还另外征召了新人许瑞慈抢第二席 民众党也首次参战提名林玉峰 国民党保三可能会面临挑战 我自称我自己是一位二刀流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能够在地服务 又拥有国际经验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能说国语、台语、客家语 以及国际的英日语的候选人 我是一位体能非常好 能够上山下海的候选人 我也是一位能够为市民朋友 带来更多建设、监督、市政的好的候选人 请支持一号张渊祥 而同样是国民党提名的呂美玲 连任五届议员 问政表现犀利 又有一会小辣椒的封号 社团经营相当的深 基本盘相当稳固 千年不是六岁 讲真话不怕被打压 你们的每一张票是登记二号 呂美玲前进的动力 热情专业服务加穿加拼 定期第二号呂美玲 愿望和市民聚集合 拜托 拜托 11位丽拉請到中政区 定期第二号呂美玲 拜托 拜托 民众党首次提名的林玉峰 是24年的军礼经验 退伍之后投身公益 为全台的偏远及弱势提供协助 这次用新人的姿态全力吹票 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政区市议员候选人 3号林玉峰 两年前我是中华民国空军军官 同时也是慈善协会理事长 现在我将代表民众党 参选基隆市中政区市议员 基隆市有进步但进步太慢 基隆的财政并没有比其他县市差 但交通月票1280 基隆轻轨 基隆捷运至今能没有具体的执行 如果当选一定力推人民有感的政见 这是民众深感最重要的事情 此外玉峰有基隆动起来七大政策方向 包括交通停车、就业观光、智慧城市、简易都更 改善运动空间、完善长照托育、提高行政效率 如果都能改善就会让基隆重申 玉峰市政治素人 没有显赫的家世 没有派系的背景 但有一份对改善基隆的理念与感情 我会倾听并执行各项服务 与实践的七项政见 希望理念相同的市民给政治素人 一个机会 谢谢 国民党提名的三席中 已经连任世界的南敏皇 形象好 平常情于地方会堪 基层实力相当雄厚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南敏皇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肯定、鼓励和支持 我已担任世界的议员 16年来我秉持着用心做到最好的原则 我把市民服务的工作用心做到最好 同时我也积极的争取地方建设 为中正区带来很多的进步 今年我将继续争取连任 拜托大家继续支持 未来我将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动地方的发展 同时我也会争取更多的停车空间 来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最重要的我们要加强对弱势市民的协助 最后在此拜托大家 11月26号 拜托大家继续支持最用心 最值得信任的候选人 4号蓝敏王 拜托拜托 为了拼第二席 民进党另外征召许月池参选 外行亮丽清新 也有专业 曾经在金融市立医院任职营养师青年 在长照投入关怀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候选人5号许瑞慈 瑞慈是专业的医疗人员 过去在我们社区长者照顾 以及富佑关怀有多年的服务经验 未来希望能够为民发声 争取更多的社会福利 以及社会照顾 11月26 请让专业的医疗人员为您发声 我是5号许瑞慈 民营党提名现任张浩瀚 当过立委助理 金融市长刘昌的秘书 士林的子弟兵 参加过不少市政建设问证专业 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登记第6号的张浩瀚 过去4年 我们成功在中正区推动1579快捷公车 大基隆历史场景的沙湾园区 以及我们新市政大楼 新建选址在山沙湾地区等 多项的一个市政建设 接下来4年 我会努力为中正区 争取更多市政的一个建设 以及社会的福利 11月26号 恳请大家全力支持 中正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6号的张浩瀚 基隆浩瀚 拜托大家 金融第一选区中正区 这次形成了六抢四 老将新秀各自努力 国民党要保住山席 面临挑战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新美市长侯友宜 特别在选前关键时刻 来帮助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 谢国良助选 特别提到未来 北北基陶有很多的项目 要并肩作战 为民众谋福利 新北基隆有良心 合作带机 画面上就是目前蓝衣领袖集大咖的新北市长侯友宜 跟谢国良一起进行扫街败票的行程 希望在最后关头为谢国良来多多争取选票 侯友宜市长在新前记者会特别提到 基隆跟新北密不可分 齐许跟谢国良来并肩作战 北台湾要好好的合作建设 基隆跟新北市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不然是在观光休闲产业 都跟我们的瑞芳 东北角四个地方都紧密联合结在一起 更何况未来在整个西东县以及基隆结议的界階上 我们大家一起合作 尤其我们TOD的整个开发的计划 也是新北要跟基隆大家并肩作战 所以我跟谢国良市长候选人 其实我们有很多必须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所以今天来跟国良站在一起 就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荡幸以后 更积极的把我们基隆的发展 跟新北的发展 能够快速的成长 让我们整个大台北生活圈 都能够比以往更快速更进步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 除了谢国良以外 还有蒋万安 甚至包括我们桃园的沾山政 都能够一起当选 让我们北北基陶 能够亲爱人共好 大家一起努力向前走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侯市长 亲自到基隆来帮助国良 那未来选举只剩下十天的时间 那我相信有侯市长的帮助 跟我们未来北北基陶 1126的联合作战 我对我们的胜选 越来越有信心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导 市长候选人4号曾国明 抛开政治束缚 以诗人的身份参选市长 希望把基隆变成一个有创意的国际城市 曾任知名电视节目 八千里路云和月 绕着地球跑的编导 出过13本书的市长参选人4号曾国明 60岁台大中文系毕业 后来到美国加拿大念电影传播 这一次以诗人的身份参选市长 我是诗人 曾国明 我这次参选基隆市长 我的口号 竞选口号是 国明诗人当市长 和平创意 无法党 先来首诗 无党无派 很难适应 没钱没事 整成国粮 不挂看板 不跑贪 没有旗帜 只有诗 一本诗集逍遥歌 一个理想地球国 五条政见来参选 改变就从台湾头 不挂看板 没有旗帜 只用诗歌来作战 曾国明每日做首诗 在社群媒体宣导 跳脱政治的思考 用非传统的方式竞选市长 看看能拿几票 我常跟我女儿说 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做 那个地方可以怎么做 结果他们就说 你意见这么多 你干脆去选市长算 结果后来我说 那我真的去选 结果他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反对 我想因为他们很害怕 台湾的选举跟台湾的政治 尽管家人不支持 但曾国明还是决定 出来参选 他有基隆50案 按步骤来改变基隆 去过很多世界上的城市 我自己也在国外 住过差不多十年 所以我看了很多城市 我觉得基隆这个城市 本身有很多限制 那我看了很多世界上的城市 他们如何把自己的限制 转换成特色 这一点我很有心点 我敢说 我跟其他的候选人不一样 我想打造一个世界级的梦想城市 各位可以去看 比较我的政见跟别人的不一样 我不是在替你省荷包 我也不是想要讨好选民 只为了选票 我就是想打造一个 是可以让基隆人在世界上 很骄傲的一个梦想的城市 所以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明明知道 会去得罪一些人 但是我认为必须这样做 基隆才能整个翻新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考虑看看 你是要一个选上的市长 就让你省一点荷包 有点小恩小惠 还是你希望这整个基隆 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变成一个在世界上 足以让基隆人骄傲的一个梦想的城市 我是有这个心愿 希望也有这个机会 曾国明提出50个改变基隆的方案 以失人的方式来打选战 拼城市创意 他用实际行动 鼓励大家用各种创意 来实现梦想 像他一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由社会处核准的中正区第二处的 津田日监照顾中心接牌启用了 中心设置泡茶品名区 及体感动态电玩区 帮助长者延缓退化 每天将可以收拖40位 失能失智的长照2.0服务对象 为了延缓长者继续退化 不但设置有泡茶品名区 还有体感动态电玩活动 这是为了配合中央推展 一国中学区一日照的政策目标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核准全市第九处 中正区第二处的 津田日监照顾中心接牌启用 特别是基隆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 已经有六万八千多人 平均每五位市民就有一位老人 我们内边15家 我们基隆市有15个国中学区 所以我们希望说一去有一个认照 那现在是第九家 那所以说社会处能带努力 希望某个地方还很多 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九家看起来是走在路上 才刚走到一半 但事实上呢 这个一半接着一半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我们津田日监照顾中心 当日可以服务的人数是40人 那当然我们也有提供交通接送的服务 那每天的话 我们原则上就有点类似 拖右手的概念 早上去把老人家接来这边 然后我们给他丰富的课程 然后还有基本的生命真相 我的测量 还有这些去对他健康的一个打官和检承 然后随时做一个回报 然后晚上的话 我再把他 请我们的交通接送 再把他送回去 我们长辈的家里这样 而中正区老年人口数有1400多人 全是7个行政区中 老年人口比例第二高的行政区 而津田日监中心的启用 每天将可以收拖40位失能失智 藏照2.0服务对象 也受到议员们高度肯定 刚刚处长说 金融市将明年超过20% 那仁爱区是第一名 超高零社会第一名的区域 仁爱区是最老的一个区域 中正区排第二 所以历史下应该放更爱区优先了 拜托大家 那也非常恭喜 只有 也恭喜我们这个 民间照顾的业者 未来我们短暂区的第二间 也可以比照这个模式 然后跟松明的模式一起来 就是再来把它 那个成立下去 因为前世间 各项部长所提的 现在已经20%的人口是 这个65岁长辈 那我们只要路上 五个就有一个是长辈 市民朋友如果有 长照2.0各项服务需求 都可以拨打长照专线1966 恰询了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卫福部基友医院内科医务秘书 也是胸腔内科主任 蔡富顺医师 学习油画近20年 画作笔触细腻 情感丰富 在院长林庆峰的邀请下 特地在基友医院院使艺文走廊 展出油画创作个展 希望让大家看见油画之美 是医生也是画家 卫福部基友医院内科医务秘书 也是胸腔内科主任的 蔡富顺医师 亲自导览自己展出的 14幅油画画作 在基友医院服务将近35年 学习油画近20年 画作笔触细腻情感丰富 在高升卫生福利部的基友医院院长林庆峰邀请下 特地在基友医院院使艺文走廊 展出油画创作个展 希望让大家看见油画之美 也看见蔡富顺医师在专业医术之外 深厚的人文素养 范骨是她生命力的创作 其实蔡依密我觉得这段时间 她其实画都已经挂了 让我在我的脑海里面 显出的不是穿着比基尼在和海边的美女 或是正在哺乳英海的母亲 其实我是看到她 就是在这段的画作 五年前跟今天所看到的就不一样 就是表示她生命的历练又更上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提炼 或甚至她淬炼 那其实画作的重要性就是在 这刚才的院长所讲 就是说旧艺术的呈现 然后把你 不管你目前经历的一些 日常生活是什么的苦难 或者说挫折 那经由这些画作 就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些 人性的层面 那这也是画出下一些责任 那也是画出下一些使命 这项画展即日其展出到明年1月底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而林庆峰院长高升卫福部后 激动医院院长由卫福部衣服会副执行长 林三琦接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